好,回到黑木崖第二節,很高興可以請到惟兒跟她們說有關愛情、個人、社群和… 公共 公共的… 她永遠都不記得公共,我突然說這個,我設定是有問題的 我們剛才說到愛情,所謂自由戀愛是經過了… 我們知道,我們歌頌自由戀愛,在前現代的一個時代,愛情受到很多限制 今天我們喜歡自己找自己的愛情 應該是說愛情自主的 那你那篇文章裡面我記得你曾經講過 其實我們現在的最大的問題可能就是 我們沒有真正自主去重拾我們的愛情,我們的生活,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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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但是為何這麼奇怪,自由戀愛不是應該賦予我們自主嗎 為何我們變成一個對於現代愛情的限制呢 歷史難以考究,要讀好多書 我自己看現在 譬如我做人的識性這十幾十年 我會感覺到那個standardized的東西很嚴重 就是所謂公式化 公式化、標準化 我覺得我小妹的時候都沒有那麼嚴重 我覺得現在是越來越重要 但這個當然是錯覺 老人家經常覺得以前會好一點 可能是 這個第一 大家好像不知道怎樣去跟別人相處 而我覺得一個社會這樣 當然會很嚴重 但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同時會見到就是 所有人的工時都加長 所有人讀書都不能放學後放學 放學後要無限補貨 無限參加活動 是的 有補責 以前我們小妹的時候 那些同學放學馬上去拍拖 很多時間 可以去玩 現在就沒有那些時間給你相處 那你剩下什麼時間呢 補貨後已經要回家 之後大家就在那裏講電話 或者是電腦 之後你每個人都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做 其實我覺得整個社會對人的要求 都是拿走你很多時間 那些時間其實很重要 時間就是你的命 你沒有時間 你的生命就等於沒有那些時間 但你又被迫要花你的時間 其實你不是很想的地方 你沒有什麼時間去跟別人相處 也沒有時間去磨練跟別人相處 我覺得很辛苦 原來我們現在越來越多時間 譬如自己一個人 因為很習慣 我們現在習慣了回家就對著電腦 但對著電腦也有相處 我們都會上forum 上group 你對著電腦在那裏講話 是講話而已 很多網上情侶 就是被互相的語言欺騙 為什麼欺騙 沒有的 在私人罪就可以這樣哄到人 那些說好聽的話 你一定是ok的 一起相處 喂 我不喜歡你穿成這樣 喂 我覺得你有點髒 喂 我覺得你和我外出 不要不化妝 那些就來的 就是你會對對方有期望 而我那天和林欣談了很多 就是那些不好 因為你沒有什麼時間去磨練 那些 我和你之間如何遷就 或者我可以就你去到哪個位 我為什麼要就你去到那些位 這個牽涉一個 你能不能夠跟別人講道理 和和自己reason 而那些其實你都發覺大家都很缺乏 這個是其意 於是你會做什麼 你就會看看 周圍有沒有些什麼人 告訴你 談戀愛是怎樣的 一個好的男朋友 或者一個好的女朋友 是怎樣的 你就去找他 可不可以符合那個standard 但這個一向都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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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我們是 究竟我們是 先認識愛情 然後去看愛情少許 還是我們看了愛情少許 所以知道什麼 認識了一些的愛情 很明顯是後者 你是看了無線 才知道什麼叫拍拖 也知道什麼叫結婚 也應該是學回來 也應該是學回來 也應該是出軌 很明顯是學回來 還有出軌之後 你應該有什麼表現 應該有 你要發瘡 還有在馬頭哭 是的 或者知女女 或者自殺 再厲害一點就是 是的 我覺得這些是很有趣的 因為其實你是學會了那套標準 你才去跟別人相處 如果你又沒有什麼時間 真的跟那個人相處的話 其實變成你就在追求那些標準 嗯 你就追求那些符號 當然你說 以前一向都是這樣 大家都會看著主流社會的行法 你去自己追求那個標準 我會說現在這個社會 有一些制度症的問題 是令到那些人越來越傾向 一來就是工時學時都長得太緊 二來就是那個 那些消費品和那些電視 那些東西 就是無所不入 就是你每天都對著那些東西 變成你又沒有得對著那些東西 你不懂得去建立另一種reasoning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你這樣說 我們現在有些人就是 習慣於消費的reasoning 就是消費很簡單 就是你見到一些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你就買 買了你就得到 然後運事就完了 就解決了 那但是 你意思是不是就是 原來除了這種活動 還有其他活動 還有其他活動 然後 因為我們實際太少去鍛鍊其他活動 所以我們現在不懂得拍拖呢 因為我們只是習慣於買東西 那但是有什麼活動 現在不只是買東西 我不懂得教你 我只是拍拖 每兩個人都會有些奇怪的 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當然如果你說 那兩個人都已經被訓練到十分之消費法 不去行商場就不知道去哪裡 還有很搞笑 就是現在 現在一般拍拖就是逛街看戲吃飯 那逛街看戲吃飯都是花錢的 就是有哪些人 就是逛街的人都是 現在那些人拍拖不會去公園 逛街公園 以前那些人是會逛公園 就是可能會逛一些大些公園 九龍公園 維園 那或者去一下李縣門 你見我們那些 那些現在四十多歲 五十歲的人呢 年輕人有很多那些公園照 那些打側影那些 那些 他們成堆去公園 那公園有一種很奇怪的地方 你又不用付錢 你就坐在那裡 那你們就需要做一些相處的行為 或者你需要預備一些食物 就是知如此類 那食物你是需要預備的 你會想對方喜歡些什麼的 那你會想其他 可能有些朋友一起去 大家需要些什麼 要計算多少人份量 你是需要想很多東西 那去到這樣有什麼好做呢 那大家 我們現在覺得很傻豬那些 可能玩一下集體遊戲 那樣的 但是很奇怪 玩集體遊戲 其實都是一種認識的過程 你會知道誰不輸 對 誰很容易發恐症 誰被人騙一下都會發 就是發 還有些人手腳笨一點 還有些人會需要很多人幫助 才會做到一件事 就是你透過這樣去理解 因為人有很多事情 不是自己很清楚 就是如果你網上溝通 就是我說什麼什麼 可能你網上溝通 就是他對著他自己的心目中 想要自己是那個樣子來講 嗯 他要跟人說的 但是你對著他的時候 你就真的見到他 那這個是很不同的 我覺得差很遠 簡單來說 後來這樣說 就是我們現在其實沒有什麼機會 認識他人 也沒有什麼機會 認識自己 因為我們 你都覺得不需要 因為我們消費的過程裡面 你買了就完了 就是買東西的關係裡面 你沒有認識多到自己 也沒有認識多到其他人 因為 甚至乎我們有時會覺得 其實我們對這次 uncertain 我們就用買東西 這件事來成 就是來掩蓋了那種 不安或者很多不同的東西 對 或者其實你跟會長處的時候 你會期望他做很多對你好的東西 嗯 那不是你期望 你怎樣透過一些東西去理解這個人 但是現在的運作是這樣的 就是 如果我想變成了什麼人 我就買些什麼 譬如我想有錢的 那我就買些貴的標 然後現在回到 那這個主流關係 就是入賣程度裡面 就是這種性質入賣程度裡面 就是 你想知道你的男人是什麼人 就看他送些什麼給你 然後 是這樣的 他送的 他究竟是送LV 還是送Gucci 還是送什麼 其實他會買手錶 就買一個紅色的牌子 然後 這個就是 你跟男朋友建立關係的過程 就是 看看他送些什麼給你 然後你又要提供一些服務給他 譬如 你是不是要送一些東西給他 你是不是要幫他打理你回家 其實也很服務 是不是 因為服務何業 發脾系 那你流可往 那件事很有趣 因為 他送的Gucci給你 可能是代表他對你的看法 是 就是 一來就是他期望你怎麼看他 二來就是他覺得你是一個什麼人 或者第三 再慘一點 就是他都不是期望你什麼人 或者焗得你是什麼人 他只是知道 送Gucci 就會有女生喜歡 那會更糟糕 那會更糟糕 很多時候 我想就是這樣發生 那 那 你剛才說的就是 就是買東西代表我愛你 那 我猜其實不止 我想說的那個消費 不是只是買東西 而是一種很快速的滿足感 因為其實你現在那個 現代社會是很快的 就是所有東西都轟炸得你很厲害 那你去看出戲 砰砰的聲音 砰了你兩個小時 那你就很滿意地 離開那個電影与辣 那然後問你 對世界有沒有了解多了 你一定不會有的 那 那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個消費其實是一種 態度 就是他不只是買東西 而是你很想他快點 拿一些滿足感 那你怎麼可以很快地 拿到滿足感呢 就是 你看著一些standard standard一到 Bingo 這個中了 很快就滿足到了 那 如果不中 那就快點飛去 那 這個 這個就會成為一個 越來越 不好的狀態 另外一個 我會覺得很差的 就是 大家不理解 就是 好像談戀愛 不用說道理 就是你和人相處 不用說道理 甚至我覺得很多時候都不說道理 我覺得早幾天 而且不說道理才是愛情 是啊 是啊 你說道理 你現在真的來跟我說道理 是不是 這就是主流關係的特徵 就是不用說道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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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想說就是 很有趣的 之前前幾天 我們去一間學校做的workshop 我不是想批評那個女生 我只是想說一個現象 就是她很喜歡韓聲 喜歡到她連通識科的功課都是做韓聲 嗯 呃 呃 呃 那時候見到那些明星 就自己已經笑到說不到話 這樣 那就很有趣的 嗯 她就比較的 因為被老師不斷逼她 於是她就要找些東西出來比較 為什麼韓聲好一點 嗯 嗯 其實你發現那件很有趣 很多人都會這樣 不只是她 就是 她其實的目的只是想說 韓聲是好過所有聲的 嗯 於是她就剪了一段 那些我都不認識那三個香港明星 男生來的 嗯 就有一段MTV 那她自己就覺得 並排 你已經馬上看到 香港人很差的 那樣 那個差呢 就是她的形容是這樣的 你看她們 又沒有服裝 又隨便在家屋裡拍 你看看人家韓國那些 扔本的嘛 認真製作的嘛 嗯 那因為其實她沒有 reference 知道什麼叫認真 是 那於是一扔本 就成為了認真製作的一個標準 嗯 那於是糟糕了 就是說其實呢 她自己不知道自己背後 有個logic在說 就是說 給得錢多做的東西 就是好的 嗯 但是其實她不是真的 很關心這個理論 因為其實她最想說的那句話 只是 韓聲很正的 那這個 那這個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大學生都是這樣 大學生都是這樣 成人都是這樣 是 都是這樣 對 先有結論 然後再找理由 然後找不到 那些理由是什麼理由不重要 不用reason 不用前度一致 那這些便會很有問題 嗯 好 我們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回來再看看 究竟案情 我們生活裡面的unbag 可以去了解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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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